launch 這個字只有一個母音AU 我們發成ALL的音 整個字我們就念成launch launch在這邊它是一個極無動詞 我們中文翻成發起或者是啟動 在講例句之前 Indy 跟各位講解另外一個大家很熟 而且跟這個字發音跟拼法有點像的 那個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launch 主要launch是午餐 只差了一個字母 但是它的發音跟意思差很多 OK 我們來看第一句 The labor union launched a campaign to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to pass a law against the practice of no pay for overtime 我們看這個句子的主詞就是the labor union labor union指的就是工會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字 這個字能念成labor labor這個字原本所謂的就是勞動 或者是名詞當勞工 union就是工會或者是結合的意思 所以它說這個工會launched 它發起了一個campaign campaign這邊指的就是一個活動 有時候是競選活動 有時候是示威抗議的活動 英文就念成campaign 好它的目的呢 是為了怎麼樣呢 要去call upon 這個call upon的意思呢 就是要去呼籲或者是要求的意思 要求政府呢去做一件事情 pass a law 去通過一項法律 而這條法律呢 這邊是which is 他把which is 給省略掉了 against這邊指的就是反對 反對什麼東西呢 the practice of 為什麼是練習呢 特別要注意到這邊的practice 指的並不是練習 這個practice呢 原本除了可以當作練習之外 它還可以當作所謂的實踐 或者是實施 這邊前後文的意思就是實施 通過一條法律來去反對什麼東西的實施呢 no pay for overtime 那這個overtime指的就是加班的意思 加班我們英文就念成overtime no pay就是加班不給錢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語法不合的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launch這個字呢 也可以當作名詞是發起發表 我們直接看一句 factory workers are preparing for the launch of a strike for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factory workers指的就是工廠的工人 他們正在為什麼東西而準備 prepare for for的什麼呢 for the launch the launch of就是要發動一個什麼樣的活動 發動一個什麼呢 a strike strike這邊指的就是罷工的意思 好那他們發動罷工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好這些詞我們用for 為了一個更好的工作環境 好工作環境我們英文就念成working conditions 好所以這個字呢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launch動詞發起啟動 名詞發起發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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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